《總編輯時間》 各位好 歡迎收看《總編輯時間》 我是何亮亮 當前的中國呢 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 正式突破了1萬美元的大關 那麼距離世界銀行給出的 高收入國家的標準 只有一步之遙 然而放眼 全球有一些 有幾個發展中國家 才達到這個水平之後 卻陷入了無法更進一步 就更上一層的怪圈 例如馬來西亞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國都是這種情況 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 提出了一個所謂 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麼是指一些國家 人均GDP始終徘徊在 4000到12000美元之間 卻不能突破12000美元的大關 因為工資上漲 無法再與生產成本 較低的國家競爭 同時科技發展難以配合 那麼使經濟發展無法轉變 那麼導致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經濟長期停滯不前 那麼隨之而來 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也集中爆發 那麼另外以日本 韓國 新加坡為代表的 西東亞這個經濟體 在二戰後實施的超越型的發展戰略 把握住了國際產業梯度的轉移的機遇 那麼經濟得以快速的發展 而且避免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那麼所以這個跨業中等收入陷阱 就不只是要提高工資卡 這樣的一個顯性的收入 那麼隨著人口紅利 以及經濟增長的範圍 中國在未來這個數十年間 也需要一種新的增長動力 但是我相信 像這個世界銀行相關的報告提出的 這種中等收入陷阱 在一些國家 像剛才說的那些像馬來西亞 馬治利亞 巴西 阿根丁這些國家 確實是存在的 而且他們無法走出這樣的一個陷阱 但是正如多個西方經濟理論 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發展 持續發展 以及社會治理的進步 西方理論無法解釋 所以同樣的 儘管很可能是存在所謂的 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中國特有的國情 中國特有的制度特點 我相信是可以突破 這個中等收入的陷阱的 我注意到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 都已經指出了中國未來發展 包括十四五 包括2035的遠景規劃裡面 實際上都已經提出了 突破這種中等收入陷阱的 具體的一個方案 那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好 我們來看 新冠肺炎的疫情 肆虐全球 那麼如何代理香港走出困境呢 那麼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申月娥最新一份的 這個施政報告的重點之一 行政長官林申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到 香港在接近一年的抗議過程中 一直嚴陣以待 不敢鬆懈 她首先代表特區政府 對每一位參與抗議的人士 表示衷心感謝 她重申疫情爆發以來 政府的抗議工作一直保持高透明度 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基於科學 絕無政治考慮 在過程中既要考慮所採取措施的法律基礎 市民的承受能力和對經濟的影響 又要顧及是否切實可行 以取得預期的效果 殊不容易 但我可以肯定這樣說 我們每一個決定都是基於科學 都是基於專家的意見 和當時掌握的資訊 從無深入任何政治的考慮 林鄭月娥指出 中央一直高度關注香港疫情發展 除供應個人防護物資 生產口罩機器的出口 協助滯留內地和海外港人回港外 更全力支持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並協助香港興建房倉醫院 她表示中央未來 也會支持香港確保疫苗供應 預留一定數量的內地研發 或生產的疫苗 供香港市民使用 林鄭月娥透露 特區政府不排除 再次推行大規模的社區檢測 會全力以赴力爭清零 以達到符合恢復兩地人員往來的目標 中央支持在香港疫情可控的情況下 通過健康碼互應 逐步有罪地被越港兩地居民 可以在無需強制檢疫下跨境往來 在切斷病毒的社區傳播方面 我們要求高風險群組接受強制檢測 並更廣泛推行對於無病徵人士願檢盡 或者再次推行大規模的社區檢測 力爭在得到港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 達致清零 募求期望可以早日符合兩地人員往來這個目標 林鄭月娥又呼籲市民 絕不能掉以輕心 新一波的疫情一觸即發 特區政府會採取一切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情 增加防疫措施的精準度 鳳凰衛生吳曉彤 香港報導 林鄭月娥今天向香港立法會 也是向香港社會提出 第四份施政報告 內容是比較豐富的 而且我覺得基本上都還是比較務實的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點 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關心的 就是香港要如何走出 當前的疫情的困境 香港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如今已經進入了第四波了 那麼林鄭月娥在報告當中強調了 中央政府十分關心香港的抗疫的情況 並且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這我們都知道的 並將進一步採取措施 包括中央政府明確地提出了 願意向在未來疫苗已經可以 大規模生產的情況下 而且符合標準的情況下 願意向香港提供 那麼我想這是對香港市民的一個 非常有利的一個保證 我也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市民 出於這種反中的這種偏見吧 他們不願意要中國的疫苗 那無所謂啊 你不願意要中國的疫苗 你可以要其他國家的疫苗 但是你不能反對 香港的大部分的民眾 願意接種中國提供的疫苗 提供疫苗看來現在是 防控疫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雖然可能不是唯一的這個方面 那麼同時林晨也針對 昨天我講到的 香港罕見的 各種不同觀點的媒體 都在猛烈地批評香港特區政府 不能夠堅持強制的檢測 那麼林晨今天在 施政報告當中明確地提出了 未來不能夠排除 因為如果要做到 香港和內地之間的互認健康碼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香港必須能夠控制疫情 控制疫情就必須要強制檢測 強制檢測能夠使香港特區政府 掌握相關的大數據 那麼從而可以有力地控制疫情 所以我們要看未來 看看今年 今年還只剩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或者明年春節之前 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 能不能有序地恢復 兩地人員的互認健康碼的往來 好 我們再來看 美國的環保署長惠勒 原定在12月初要訪問台灣 但是在美國內部 這樣的一個訪問引起了生意 認為惠勒在政權交接的時刻出訪 時機不當 而且浪費公堂 那麼所以美國官方已經宣布 取消了這一訪問 在台灣 國民黨批評說 蔡政府原先是大肆宣傳 結果是遭到了打臉 美國環保署長惠勒 原傳出將於12月初 帥團訪問台灣 蔡政府大表歡迎 美國內部卻質疑 政權交接時刻 惠勒包機出訪 浪費公堂 時機也不恰當 最終宣布取消 本來有一個看守政府的狀態 他就是不應該過來 而且這時候過來 如果談定任何的合作或協議 應該也不可能有算數的可能 因為終究再來要不要接受 是拜登政府的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本來 這個本來就不應該 在看守時候 還有一個這麼積極的作為 國民黨立委批評 惠勒這時候訪台 根本沒有實質意義 但蔡政府先前卻大力宣傳 現在又遭到打臉 他是一個下台的 有爭議性的官員 我們就應該要低調 他要非來不可 我們也不能說不讓他來 那你就應該要低調一點 結果你還在那邊放鞭炮 敲鑼打鼓 高興得要死 結果後來人家不來了 你看就已經壓錯保川普了 就已經很難看 很尷尬了 要趕快找台接下了 還要繼續的這樣子 一錯再錯下去 不知回頭 不知轉彎 我覺得簡直就是 不可思議的愚蠢 國民黨呼籲 蔡政府因加強修補 與拜登政府的關係 而非仍一味配合 即將下台的 特朗普政府步調 鳳凰衛視 林清明 陳文堂 台北報導 在北京 國大辦發言人朱鳳蓮 26號在例行的記者上 回答這個研究 北京是否在研究制定 台灣頑固分子清單的問題 那麼另外對於台灣經濟部長說 台灣不能夠加入RCEP的 朱鋒蓮表示 兩岸雙方在堅持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曾經討論過台灣 參與這個RCEP的問題 那麼台灣是有過機遇的 但是最終被民進黨的一手破壞了 近期是輿論高度關注的是 研究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這個議題 請問發言人 國台辦對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目前有哪些規劃 在實施步驟等方面 目前有怎樣的一些考慮 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 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 那些涉毒言論囂張 謀獨行徑惡劣的台獨頑固分子 包括在島內外組織策劃 實施分裂國家活動的首要分子 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 都必將依法受到人民的審判 在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的範圍問題上 朱鋒蓮明確制裁的對象 不僅僅限於島內 還包括台灣以外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日前完成簽署 台灣未能加入 島內業界擔心 RCEP對傳統產業產生衝擊 國台辦發言人朱鋒蓮表示 注意到島內業界的擔憂 我們在此重申 歡迎台灣同胞 台灣企業 到大陸投資 創業 參與和融入大陸經濟發展 共享大陸發展的戰略機遇 台灣經濟部長稱 台灣未能加入RCEP的原因 是因為大陸設下了台灣 要接受一國兩制的障礙 朱鋒蓮用事實否認 大陸有設下一國兩制的障礙 日前台灣與美國舉行 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雙方簽署經濟合作備忘錄 確立以後每年都會進行經濟對話 國台辦重申 反對美國與中國台灣地區 以經貿為由發展官方往來 鳳凰衛視 霍維維 一部見 北京報導 不久前香港《大公報》 在頭版刊登的 來自北京的消息 而且是北京的權威部門 提供的消息 消息說大陸的有關部門 正在制定一項頑固台獨分子的清單 那麼這個消息引起了 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 這個鳳凰的記者 向國台辦的新聞發言人提問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請發言人證實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麼發言人做了一個 肯定的答覆 這個消息當時就引起了 我的一個聯想 我們知道1948年1949年 也就是在解放戰爭的後期 當時國共之間的鬥爭 已經進入了共產黨方面 是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國民黨是大勢與虛 當時中共方面在1948年1949年 分兩批公佈了國民黨戰犯的名單 當時這樣一個名單的公佈 從輿論和宣傳的角度來說 對於國民黨方面是沉重的打擊 雖然這些戰犯 後來不是受到法律的懲罰 而且其中有一些戰犯 後來還回歸了中國大陸方面 比方說最後一任的 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 他就在1964年就回到了北京 投向了中國大陸這方 所以無可否認的就是 當我們現在看到這份消息 就是大陸方面正在制定 頑固台獨分子清單的時候 人們就很容易聯想到 1948年49年的戰犯名單 那麼儘管這樣的一個頑固台獨分子名單 未來是不是會受到 我們說比如說法律的這個審判 但是我想從宣傳和輿論的角度來說 這樣一個消息的得到證實 就是大陸正在制定頑固台獨分子清單 那麼包括對這個頑固台獨分子 以及他們背後的這個金主 今後將要實施 就是朱鋒蓮所說的精準的打擊 那麼這個對於台獨來說 那麼就是一個很有力的一個政策 我也注意到台灣有台獨分子 有台獨這個議員 居然還這個興高采烈地說 把我也加進這個台獨分子名單吧 那麼等他們受到歷史懲罰的時候 我想那時候他恐怕後悔也來不及了 好 現在請看鳳凰威斯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標題新聞休息一會 再回到總兵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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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回到總編時間 在莫斯科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 馬特伍言科25號表示 俄羅斯歡迎華盛頓 在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發出了啟動權力交接儀式的信號 11月25號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 馬特伍言科在接受 俄羅斯消息報採訪日表示 延遲承認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將會給俄美雙邊的安全領域的協議 帶來相當高的風險 馬特伍言科認為 因此華盛頓所發出的 啟動權力的交接的機制的信號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俄方對此表示歡迎 馬特伍言科希望美國新政府 能夠通勤打理 並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 所提出的建議 不預設任何的條件 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效力 再延長一年 馬特伍言科稱 如果美方展現出明確的政治意志 就一定能夠辦到 俄羅斯區域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沃爾斯基撰文也表示 俄羅斯也並不期望 美國的新政府 在俄美關係改善上 能夠有所作為 也並不看好新政府 能夠比特朗普政府 有更善意的表現 此前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表示 俄美關係已經到了 不能再被破壞的程度 俄羅斯也對此 並不抱任何的幻想 但是莫斯科對俄美關係的改善 一直是成正面的回應 我們要考慮到 當我已經說了 選擇結束 我們的夥伴們 會回到這項目 然後反映我們的提供 更正確的 更正確的 鳳凰委屈盧與瓜 莫斯科報導 盡管俄羅斯這個疫情 仍然很嚴重 但是普京總統 還是像往年一樣 在克里姆林宮的 亞歷山大大廳 舉行了傳統的儀式 接受外國駐俄大使 遞交國收 普京還在儀式上 評論了近期的 國際熱點問題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 世界上第一種 新冠肺炎疫苗已經開發出來 並且已經在俄羅斯使用 第二種疫苗已經註冊 第三種疫苗正在生產中 俄羅斯準備與所有感興趣的國家 分享俄產疫苗的經驗 普京特別指出 俄羅斯為解決納卡衝突 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俄威和部隊在納卡地區 監測停火遵守情況 確保平民安全 並幫助難民返回家園 向難民提供人道主義救援物資 納卡總體局勢正在平穩 普京說 疫情不僅加劇了世界經濟 貿易 社會和生態領域的問題 而且國際恐怖主義 毒品販運和油組織犯罪也在加劇 整個國際安全戰略穩定和軍備控制體系 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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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üşün讯 "-俄羅斯,共 reviewner经济 мир《 普京強調只有在國際法準則 和聯合國的協調作用下 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國平等參與 才有可能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 俄羅斯方面倡議 召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首腦會議 在疫情允許的情況下 可召開面對面會議 鳳凰衛視 佟孝華 莫斯科報導 納卡地區發生戰爭以來 俄羅斯積極的介入 強力的調停 那麼最終取得了 可以說是相當好的結果 對於俄羅斯來說 可以說以這樣的方式 重返了南高加索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知道高加索地區 本來它是蘇聯的一部分 但在蘇聯解體之後 北高加索的車臣 在上世紀的90年代 發生了大規模的分裂主義運動 後來被俄羅斯方面平定了 那麼在南高加索 有幾個小國 像格魯吉亞 也曾經跟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 但是最後被俄羅斯壓制了 那麼這次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 圍繞著納卡地區 發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 那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 當年蘇聯遺留下來的問題 那麼考慮到亞美尼亞縣政府 實際上是顏色革命的產物 採取的是新西方 疏遠俄羅斯的立場 但是在亞美尼亞 在跟阿塞拜疆的戰爭當中 那麼實際上是佔了下風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那麼俄羅斯實際上是以強力的手段 促進兩國簽訂了和平停火協議 那麼實際上是讓亞美尼亞人 撤出了位於阿塞拜疆境內的納卡地區 同時呢 俄羅斯派出了一支1600人的精銳部隊 那麼把雙方隔離開來 那麼以這樣的方式 一方面促進了兩國的停火 雖然亞美尼亞國內有強烈的不滿 認為是喪權入國的 阿塞拜疆這是舉國狂歡 認為已經收復了這個屍體 但是我們看其他域外想介入的國家 無論是土耳其還是法國 實際上都並不真正無能為力 所以俄羅斯以這樣的方式巧妙地 一方面促進了亞亞兩國 在納卡地區的停火 那麼實際上還是為納卡地區的永久解決 可以說創造了條件 另外一方面 俄軍在這個地區的出現 也象徵了俄羅斯又重返了南高加索地區 這個也是普京先生的這種戰略家的手段 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了 好 我們再來看 法國內政部長24號下令內部調查 那麼此前一天 警方在巴黎街頭侵裁難民營的時候 其間有警員被拍下了 強行將難民扔出了帳篷的 連串的暴力行為 法國警方23號晚間 在巴黎東部的共和國廣場 對由志願團體協助搭建 給難民贊助的臨時帳篷 進行拒散行動 期間有媒體拍下警方強行將難民 扔出帳篷 又向堅持留守在帳篷內的難民 拳打腳踢的畫面 事件曝光後引起極大迴響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承認 有很多畫面令人震驚 並下令警方進行內部調查 又承諾會向公眾公開調查結果 封文卫士綜合報導 法國國會通過的總體安全法 其中有一部分內容 是針對媒體與警方關係的 那麼其中明確地規定了 媒體不能夠拍攝 在街頭警方執法的時候 拍攝警方的相關的鏡頭 那麼這樣的一個條款 引起了法國一部分民眾 和法國媒體的強烈的抗議 剛才這個新聞 其實也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關注的是 法國官方為了保護自己的警察 不受媒體的監督 他們可以制定這樣的一個法律 實際上我們看到 近兩年來法國警方在對付 比方說黃背心運動的時候 使用的暴力其實是相當激烈的 雖然沒有美國警方那麼激烈 但是也是相當激烈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那麼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類似的情況 法國官方卻是完全不同 這個態度 比方說 其實法國媒體也是不同的 這個態度 法國的媒體 他們會拍攝警方的暴力的行動 但是同時他們也會對 示威遊行當中的違法行為 也會予以報導 但是去年六月以來 在香港發生的多次的 大規模的反中的示威活動 那麼其中示威者和警方 往往發生對峙 但是法國的媒體和官方也好 他們一邊倒地站在香港的反對派一邊 一邊倒一面倒地指責香港的警方 其實香港的警方在對待示威者的時候 所採取的這個行動 比法國警方已經是溫和很多了 你看這麼長時機 牽涉到這麼多人的行動 香港沒有一個示威者嚴重受傷的 更沒有死人的 這個情況在法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法國也通過了法律 禁止媒體拍攝警方在這個示威現場的這個鏡頭 那麼而且法國警方認為這是必要的 但是為什麼在法國是必要的 在香港就卻不是必要的呢 那麼這個情況其實也不是法國才有 從事例我們可以看出 就是西方無論是這個官方 還是一部分這個媒體人士之間 他們對事情 往往是採取一種雙重的這個標準 對自己有利的和對自己不利的 他們會採取完全不同的這個態度 我們來看這個柏林有汽車 撞向默克爾總理辦公室的這個大門 但事件沒有造成人員的這個傷亡 肇事的這個司機當場被捕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的扣查 事發在當地25號早上 一名54歲男子開車撞向總理府大門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而大門和車輛輕微損毀 暫時未知事發時 默克爾是否身處總理府內 設置車輛的左邊車身寫上 你是兒童和老人的殺手 而右邊車身就寫上 停止全球化政治的標語 消防人員事後將設置車輛移開 數十名警員在場戒備 警方相信司機並非想要發動 極端主義襲擊 但未有透露更多資料 設置車輛車牌來自德國西部 利浦地區 鳳文衛視綜合報導 最後請瀏覽世界其他媒體的 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的時間到此為止了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託